我們要的效果大概就是這樣 第一個就是這個可以下拉 所以選品名 然後呢可以選其中一個 自動帶出左邊右邊這兩個 ok 然後再來就是輸入數量之後 自動帶出它的小計 最後呢地區再選一下 這樣就完成一筆資料的輸入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在將來 也許你如果時間 你可以再試做看看這個 在雲端上也有這個畫面 就是這個所謂的 什麼什麼的銷售系統 然後可以讓這兩個吧 反正這些最後按確定 也可以自動幫我把它輸入進來 結果是一樣的 只是說輸入的介面不同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完成呢 第一個當然我們 如果要做這個之前 我們需要有一個所謂的那個清單 因為你如果沒有清單的話 你當然這地方下拉清單不會出現 那清單部分的話當然包含幾個 那包含就是 其實品名單價 跟那個什麼地區 這個可能需要做一個所謂的清單 所以一般我的習慣是會在這個地方 先建一個清單的工作表 清單工作表 那這個清單的工作表第一個 也許你可以拿品名跟單價 複製一下 假設你這些資料 如果你已經有更多資料 你可以直接這邊 然後再來做什麼 把它做資料裡面做 我們前面講過的遺書重複 把這兩個做遺書重複 另外的話把地區也是一樣 這邊地區 然後把這邊一樣做遺書重複 做完遺書重複之後的話呢 把這些怎麼樣 這邊有沒有遺書重複 這邊把它遺書重複 這邊不要擴大 然後有標題 確定 好 再來的話呢 就是 我習慣就是如果下拉清單的來源 我的習慣會是 用什麼呢 用那個公式裡面的 從選舉範圍建立 那 當然最好是三個可以起來 不過你會發現這三個 這邊差一個 所以乾脆這兩個先做 從選舉範圍建立頂端列 名稱來自於頂端列 按確定 他會幫我產生品名跟單價 我把它取代掉好了 地區的話呢 一樣 從選舉範圍建立頂端列 按個確定 那再來的話呢 等一下那個會希望單價 品名會自動帶出單價 所以把這個兩個 從A2到那個B6範圍 建一個叫做品名對照表 也許 這邊的話呢 我們待會可以用那個 V範圍數呢 做 做那個 可以把那個 他的 單價也帶過來 所以這邊的話 可以加一個品名對照表 這個名稱 OK Enter一下 這樣的話呢 以後這個範圍呢 基本上就是叫品名對照表 那你可以透過F3 去存取這個範圍 那這個很重要喔 其實我在前個階段都特別強調 利用那個所謂的公式裡面的名稱 那你可以名稱管理員看一下 基本上的話 我剛剛建立幾個 第一個品名 它對照的就是這個範圍 它會虛線告訴你 單價就這個範圍 還有地區 還有什麼呢 品名對照表 就這個 它會框起來 但是你可能要檢查一下 裡面可能有一個什麼 緊REF 緊開頭一定是錯誤 這個多出來 所以把它刪掉 否則可能會造成錯誤 好 關閉之後的話 再來的話呢 請你把 品名這整個 從B2一直到往下 Ctrl序文向下 再向下 整個全部怎麼樣呢 做一個 資料裡面的做資料驗證 資料驗證裡面呢 請你把它改成清單 它原來是任意值 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以改成下拉清單 而且是整籃喔 那不包含籃文名稱的話 你就不要選到B1 清單來源是哪裡呢 F3 因為我剛剛有一個那個名稱 那名稱有一個叫品名 乾脆這個地方 按個確定 你會發現 以後這邊就會有一個 你要選哪一個 就選哪一個 有沒有 不過你現在點它 這兩個不會出來 所以等一下還要做什麼 這個跟這個也要做出來 OK 然後還有什麼呢 這個地區 單價也是一樣 Ctrl序文向下 然後一樣怎麼樣 資料驗證 清單 這邊來源 F3 它一樣的單價 不過可能這個要跟它 重複喔 所以這邊不是自己選的 而是它自己帶過來 那地區的話也是一樣 那地區的話也是一樣 Ctrl序文向下 再向下 把這一整籃 全部選舉 清單 然後它來源就是F3 它這個是地區 確定 再確定 好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 我們的清單 把資料呢 帶過來 所以剛剛有增加了這三個清單 再加一個品名對照表 另外的話呢 這邊可以變成下拉的 好 那待會的話我們要做什麼呢 如果選了其中一個 要希望幫我自動帶出這個 跟這個 輸入這個 帶出這個 給它畫面先畫給各位喔 好 好 好